尼平曾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央视者 他主持的节目获得了很多粉丝的习惯 不过在前几年的时候尼平却从央视辞职了 为此很多人都感到可惜 而更多的网友则是好奇 尼平为什么离开央视 当时有常文称 尼平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看病 所以才从央视辞职 近日尼平参加某节目 首次透露了自己离开央视的原因 尼平称自己有一天接到通知 工作人员表示要换掉他 因为当时央视培养了一位年轻的主持人来代替尼平 也就是说尼平是为下岗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